平果多 平果多 我和你平果多 平就啊就啊 平果多 平果多 我和你平果多 平就啊就啊 黑人 心态和你平果多 平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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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好 平果多 平果多 我和你平果多 平果多 我和你平果多 平果多 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6号 男嘉宾 就是我刚开始站在这的时候 我看观察区 清一色的都是短发 我就觉得你可能会比较喜欢长发 女人比较足的女生 但是后来就觉得 就摸不透你 我是比较喜欢 看第一眼她走出来的台风 以及她的笑容 会比较吸引我 当然蓝区那边的女生们 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并不影响我们 接下来的交流 好 谢谢 8号 男嘉宾 我只想对你说一句 你眼光真好 你真棒 谢谢 谢谢 何出此言呢 因为我在行动曲 看第一条片子 战上赛场就是为了赢 我从不掩饰自己的胜负心 不管多强的对手 灭了他 机遇 财富 成就 只能由手中的三支标来造就 我是王腾 一个致力于国内休闲体育发展的 非标男孩 我曾经在美国念过大学 专业是戏剧表演 但在演艺的路上 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机缘的巧合下 走进了飞标的世界 我目前在北京一家 全国最大 最官方的飞标赛事公司 做赛事运营与裁判教练的工作 身为队长的我 带领一群热爱飞标 且容纳各个年龄段的新人们 屡创佳绩 我的梦想就是将这项运动 变成全国最大的休闲体育运动 到了夜里 我将化身为 逻辑分析报表的思辩者 我会经常跟朋友一起玩 需要动脑筋的社交游戏 顺便说一句 我是一个游戏黑洞 基本在每一集游戏当中 我都是第一个 被人投票出局的玩家 但是我还是很享受 跟朋友一起欢声笑语的过程 就像拼着买 更便宜的拼多多一样 拼着玩更好玩 我还喜欢BBOX 看电影和动漫 更喜欢自驾游 都说喜欢有趣的人 从制造笑点和浪漫来说 我可能并没有很多的天赋 但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 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当你走进我的生活 相信你一定会发现一个 有趣的灵魂 来 5号 男嘉宾 因为我对那飞标 不是很了解 飞标它怎么是一项运动呢 我告诉你 围棋都算一项运动 包括麻将 对 麻将都要成奥运会项目 飞标呢是有一部分是 就是起源于我们中国 因为呢在晋朝的古租猴马 文人雅式的运动就是投壶 投壶其实是跟飞标 类似的一个运动 而且这个运动呢 其实它特别考人的协调性 脑力以及心理素质 这块的话 其实是可以归为运动这一类的 好的 谢谢男嘉宾 王凯迪 我看你微信里面说 你不擅长制造笑点 我就比较擅长制造笑点 我经常会拍很多搞笑的视频 上传到火山小视频上 而且呢 现在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现在下载火山小视频 参加火山实习活动 另通报 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下 为什么这些活 我都瘫到你头上了呢 可能我长得比较像播广告的 来 选一个中选区女生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 助农地图上 为中选区女生挑选爱心产品 看看飞镖哥选的第一个中选区女生是 拼多多尊城勿扰 马上回来 拼多多尊城勿扰 精彩继续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大家好 我叫王腾 来自广州今年27岁 王腾 欢迎你 刚才说投壶是中国古时候的 你确定起源在中国吗 投壶这项运动是中国起源的 这项运动其实跟飞镖呢 有一曲同工之处 所以说我认为飞镖是可以在中国 有进一步的发展 我对此事只保留意见 就像在中国的宋朝的 处居跟现在的足球 好像有某种渊源 但是它和中国足球的现状 没有一毛钱关系 10号 VCR里面说 无法逾越的鸿沟 导致你没有从事你的表演 而从事了飞镖 特别好奇 你这个鸿沟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之前做过演员 也做过模特 在演员这方面 因为我的身高是1米91 面试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导演跟我说 找不到你的女伴 去跟你一起搭戏 模特这一块 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些 像18 9 16 7的这些 比较年轻 长相 会是有点古典的中国风这种感觉 所以说这两条 都是我无法逾越的鸿沟 原来如此 21号 男嘉宾是专业玩飞镖的 能不能现场教我们几招 能让我在过年光庙会的时候 也能够扎到气球 我之前去公园里玩的时候 我就利用了我身上的这个技能 让很多老板把我拉黑了 老板说我给你10块钱 小伙子上别处去玩 去隔壁 飞镖这个运动 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 首先如果你是右手投标的话 你需要右脚在前 你的80%的重心放在你的右腿上 左脚是专门保持你身体平衡的一个位置 然后手自然抬起 投标是在眼睛的前面出手 而不是在眼睛的后面 这样扔的话第一不好看 第二的话你瞄准不了 大臂要跟地面平行 小臂跟地面垂直 小臂带动手腕 一 二 三 对 手腕一定要放松 因为手腕太紧的话 会影响那个标的飞行的位置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 你在心里默念 我一定能中 我再有一个节目 在那个节目当中 我和谢依林有一次 我一路落后 谢依林一路都比我多 以至于到了最后一标的时候 我落后30多分 我说我还有希望吗 那个裁判说有希望 你最后只有一种可能性 你投到那个叫三倍 三倍去 就最后一标了 我一定能中 啪一段 就42分 录像完了我跟他们说 把这一段视频剪下来发给我 那你这个飞标的水 有没有一些成绩 我带着我在北京的战队 然后拿到了 北京国际飞标战队赛 B组的冠军 那很厉害 幸亏你没有坚持当演员 很多人都说 我有一个演员的梦想什么的 但我觉得大家的出发点不一样 现在很多年轻人更多的 他首先是想当明星 他希望的是那种被瞩目 那种心理感受 第二种呢 他们就很多觉得演艺界 好像混日子比较容易 好像就是笑一笑 唱唱歌其实也不是 对 到第三种是真正人家想当演员的 是真的极度热爱表演 我看到过非常多的好演员 他们是每天都在琢磨表演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都喜欢干这一行 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喜欢呢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黄岚提到了一个问题的核心 如果让你一辈子以表演为生 但是你挣的钱和一个普通的公务员 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一样多 你走到大街上 不会有任何人认识你 如果表演要付出和学习 物理 化学 数学一样艰辛 你还要不要从事表演这件事情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24号 男嘉宾前面你有提到说 你是一个胜负性比较重的人 对 没错 那如果说你现在有女朋友 然后你们两个在比赛打游戏 你跟他也会有胜负性比较重吗 这个肯定不会 很多人会说什么 比赛第二 友谊第一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对自己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我站到赛场上其实 我觉得我就是想取胜 但是如果是换做平常的游戏的话 我觉得大家玩得开心就好了 对吧 谢谢 15号 男嘉宾 我刚刚有看到你说是 你是有B-BOSS 你可以现场表演一下吗 好 那我先湿一下嘴唇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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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男嘉宾 你说你有一米九多对吗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 你对未来的那个另一半 你对身高有要求吗 因为我其实近身高有1米72 其实我平常很少穿根的 但是我今天穿了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其实我觉得身高这个问题 还好吧 我之前的女朋友也不是说 一定要有身高的要求 我觉得 你有没有注意到 3号 张霞碧问你刚刚那个问题的时候 一脸小女人的娇羞 你有多高吗 对不对 我很高的 我平常不穿高的鞋 我今天穿了 他并不是介意你说 你对女朋友的身高有要求吗 他就是怕你没有要求 因为他很配你了 那好吧 那3号请不要进行 来 你赶紧的再来选一个 好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助农地图上 为中选区女生挑选爱心产品 来看第二个女生 你两度出现了无嘴笑的这个动作 我把你这个无嘴笑解读的内心潜在词 耶 成功了 你两度出现了无嘴笑的这个动作 没有 没有 我比较害羞 好 好 来看下一条 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 跟她在一起一年半 几乎一次嫁也没有吵过 在外人看来 可能我们真的是偏作之合 但是我不太适应这种相近如彬的感觉 我更觉得我们像朋友 比像恋人还要多 自己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 所以在最后 我们选择了和平分手 我后面一个女朋友 是一个非常敏感 占有欲特别强的女孩 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她经常会让我拍视频 查岗 看看周围有没有其他漂亮的女孩 我为了她曾经把手机里 基本上所有的女生都删掉了 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种爱 但是慢慢地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这种爱的方式 我也需要一定的私人空间 最终我选择了跟她分手 分手总是难过的 我也不例外 还好我是一个比较心宽的人 当朋友叫我出去玩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从这些痛楚当中跳出来 但是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还是会去回味之前每一段的酸甜苦辣 总结经验 希望在以后能有更好的结果 我喜欢的女生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知性 自信 最好能有一颗童心 童心不是幼稚 而是可以在喧嚣无常的生活中 留给自己一些保持真我 保持真心的机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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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9号 你威西说到一点半里面 是没有任何争吵的 你说感觉不像恋 ancora朋友 为什么不吵架会觉得 不像是在恋爱呢 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 可能争吵是跟另一半 更加深入了解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我们之间 可能是缺少了 这部分的一个过程 所以才会导致了 最后的一个分手的结局 我觉得两个之间 是在于沟通 而不是在于说什么 一定要吵架来代表说 代表说你们两个 就好像一定有 才有情感的交流 是这样子 其实特别的巧是什么呢 就是我跟第一段感情 就是基本没有吵过架 没有机会去跟他 有更深层次的一个交流 然后第二段呢 就会吵架的频次 就会猛然增多 我一开始觉得 他去管我 然后来查我手机查岗 什么这种是一种 他爱的表现 但是慢慢地我觉得 这是一种 我不太能接受的方式 好的 谢谢 三好 男嘉宾 刚刚你有说 你不喜欢女生太年是吗 你也不能接受 你以后的女朋友 看你的手机 或者说给你视频这样子 你是不接受这种的是吗 就是如果我们 不在一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视频沟通啊 或者视频聊天啊 这种东西都可以 我是希望女生 就是对我不要太过敏感 上一段其实感觉是 被管得挺紧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是 我不太能接受的一个方式 就喜欢放养是吗 也不是说放养的 因为第一段 其实就相当于是放养的 所以我可能会想找一个 相当于是第一段 跟第二段中间这种程度的感觉 三好 你刚刚问那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脸色还是有点严肃的 你是哪一种 如果我很喜欢 我会是那种会粘人的 如果他出去活动 没有报备的话 你会希望他给你报备一下 对 报备一下 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是 对彼此一个尊重 那你会要求视频吗 我会要求视频的 特别是网上 他是那种既会查手机 也会要求报备 也会要求打电话 也会要求视频 也会要求网上回来 要说明对的 这个事情 我是有一个鲜明的观点的 我觉得如果你确实是 要实施查长的话 你只能招来那些非常弱的人 比如说你长男朋友 你把所有的男人 画成一条竖轴就好了 最右边特别强 最左边特别弱 强和弱的区别就是 我能不能够有更多的 信息的资源要处理 如果是一个大企业家的话 或者是一个 从事特种工作的人的话 或者是他正在谈的事情 很重要的话 他就可以随时跟你视频 你觉得这件事情的概率有多大 什么人可以随时响应呢 就是没什么事 没什么重要的 那你如果有这种习惯的话 慢慢地给你身边招来的人 是什么类型的 你自己可以分析出来 其实我这个行业呢 是比较忙的 我可能有些时候要到处飞 因为我是专门做赛事运营的嘛 所以可能有些时候 就不太会方便 去向接听电话这种事情 当然如果说 我是跟朋友在一块的话呢 我一定不会就是说去挂手机啊 不只是不接电话这种行为 如果说是真的另一半 想要跟我进行沟通 或者想我的这种事情的话 我还是非常非常愿意去接受的 江老师一个愿意管 一个又愿意被管 这个他俩就合适吗 你看你情我愿 这不就达成了一个特别好的生态吗 但是这种你情我愿 一定是搭建在两个各方面 都很般配的人的身上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姑娘们选男朋友 或者是男生选女朋友的时候 你相信我不是靠查岗 查错 能拴得住人的 一定要靠自身的魅力 刚刚男嘉宾好像还说了一个那个 他会经常出差是吗 一年 是的 对 基本上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就会把全年所有出差的计划 就会列完了 不会说临时那种会到处飞 但是通过那两个问题 我觉得反映了很多女生 在恋爱当中的一种普遍状态 就第一呢 担心男人不好管 第二呢 反应就是说 他出差多不多就是不陪伴 而且呢 你因为担心害怕 你要不断地确认 而对方没有给你确认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都是惶恐的 你都是不安的 而这种担忧和害怕 对你自身魅力来说呢 是一种降分 对 所以你如果说 不断地放大自己的恐惧 你只会带来一种不好的关系 来 7号 男嘉宾说过 自己不太喜欢过于敏感的女孩子 然后希望多一点私人空间 这种人在遇见吵架啊 或者是有些矛盾问题的时候 喜欢冷处理 你会有这种就是 遇到问题冷处理的时候吗 首先我一定不会离开 因为我觉得离开 这是一种很不负责的表现 其次呢 我会可能先用一些 比较安抚的口吻去说 那没关系 我们等一会儿再说 因为在争吵到最顶峰的时候 我觉得谈任何东西都是没用的 男生说的我觉得特别好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男女双方都不要在情绪的顶峰上 做出决定 那一定不是最好的决定 12号 因为我以前遇到过就是恋爱的对象 它是那种 她觉得吵架等于挑事 但有时候我是觉得说有矛盾 那我们要讲要去解决 就是您是怎么平衡 所谓的冷处理 还有就是不管不顾这样子 其实女生有时候会误会 首先吵架的根本原因 我个人觉得是 因为双方的需求不一样 就比如说可能女生会说 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 那我翻译一个语言 可能就说我现在很想你 我可能就会解释说 我刚刚真的在忙 我知道你很想我 然后先去满足了女方的要求 然后我再去说 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如果说是在当天 能把所有的事情解决的话 我觉得这并不算是能暴力 我想问两位老师 对于情侣之间从来不吵架 两位怎么看黄岚 我觉得如果完全没有任何矛盾 不吵架是我们喜欢的一种状态 但是大部分的不愿意吵架 是因为大家害怕真正的链接 他觉得链接起来 就可能有冲突 有冲突以后就很可怕 所以他就不再讨论了 不再讨论的结果就是相近如冰 好像是冰克阳 客客气气 在后面就叫相近如冰 冰雪的冰 就是两个人已经没有互动了 人和人之间 尤其是亲密关系之间 一定会有问题 出现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解决的方式因人而异 一切都在于因人而异 最后一个问题 8号 吵架和那个茶岗这件事情 我是非常非常反感的 在我跟我之前男朋友吵架的时候 多数都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我工作的人 然后她就会发视频过来茶岗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 就找了一块布嘛 然后就后面搭个景 我说你看我跟小姐妹喝咖啡呢 后来知道我骗她 然后她就跟我吵架 然后我多数的话我都会说一句话 我说你自己先好好想一想 就是那种我不太喜欢那种吵架 关于茶岗这个问题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一个男生 不想让你查到任何东西的话 你怎么样都查不到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全心全意 对你的话呢 就是你想查什么东西你也查不出来 对啊 其实我跟男嘉宾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非常理解你的那种感受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 为什么说我等一下还会灭这个灯 是因为我可能像你VCR里提到的 第一任女友一样 你可能会觉得跟我就畜生哥们了 你喜欢她就留灯 你不喜欢她就灭灯 而不要说你可能觉得我怎么样 可不可能是她的事 好吧 你决定 现在有四个灯是留着的 留灯的是1号 2号 4号 7号 你可以在这四个女生当中选一个 替代掉台上两个女生当中一个 也可以不换 你的决定是 我选择1号 换掉蓝色衣服的女生 我们看5号也没留灯 大屏幕 有请1号 看大屏幕 两个女生三个关键词 张侠比 1 夸张收藏爱好者 2 嫌不下来 3 我的特长 嫌不下来 2 永远不会闲着 在家就会整理房间出门 就要约上朋友喝下午茶逛街看电影 参加聚会等等 总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充实 林颖红 1 爱情信条 2 想和你做的事 3 我的主场 想和你做的事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一起做一顿烛光晚餐 给你跳一场只属于你我的舞蹈 来 1号 1号 男嘉宾 你好 刚才我在下面没有跟你有什么互动 我也没想到你会把我还上来 有点小紧张 你的问题是 我都不知道改问什么了 我的天哪 她举手告诉你 她很喜欢你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假如我们以后因为各种的因素 然后产生了矛盾 你们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 我可能会冷静下来 然后再去跟你讨论这个事情 不会说当场就跟你大吵大闹啊 闹脾气啊 跟小公主一样 不是这种 我可就是 也是先冷静下来嘛 但我更愿意你去跟我去 分解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脑子 两位老师 这个林颖红 她说她没有脑子又很喜欢你 是一种非常想跟着你走的状态 那这边这个女生呢 她有点要求的 她又担心你不陪伴了 又担心你 你长得那么帅不好管了 那看你自己愿意喜欢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做最后的决定吧 两个女生你的选择是 两个女生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1号 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由港鲁肚蛋糕听众的浪漫 还早出于港鲁肚蛋糕 我对你真的 港鲁肚蛋糕好吃不上 我 刚刚在场上 因为我受到吵架的问题 但我觉得我跟女嘉宾 两个人的性格 应该会吵不起来吧 对 我不太会吵架 我最多生气的时候 我就会说 我生气了 意思就是 你得哄我了 会给一个很明气的信号是吗 其实我生气的话 很简单的方法 带我吃一顿 可以 我也是个直播 好 港鲁肚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年初五牵手喜喜洋洋的 对 祝他们幸福 也祝他们过年好 很开心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